日前有网友晒出在地铁偶遇于小彤陈晓芸的照片。 照片中两人动作亲密疑似恋情曝光。 有媒体致电陈晓芸工作人员对此机回应道 我不太了解此事。 一人的私事我不太清楚。 近日有网友偶遇于小彤和陈晓芸一同乘坐地铁。 照片中两人的腿靠得非常紧,于小彤还自然地将手放在陈晓芸腿上。 引发网友猜测两人恋情曝光。 于小彤曾经出演过李少洪指导的新版红楼梦中的贾宝玉陈晓芸出演过如意转离的索心。 两人已因为曾一节目而相识,目前双方还没有对此回应。 陈晓芸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2010年初演个人首部电视剧《多爱》。 从此开始演艺事业这几年参演的著名电视剧有夫妻那些史少年四大名补校别离如意转等。 于晓彤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 2007年出演个人首部电影《梅兰芳》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 2008年出演个人首部电视剧《红楼梦》一夜成名。 奇怪的是陈晓芸在摆刻上的资料并没有写是出生年份。 于是陈晓芸到底多大事各位之数? 而于晓彤是出生于1994年的。 不折不扣的小鲜肉汁是近些年一直不温不火。 于晓彤的身高是190cm所以无论是陈晓芸还是海鹿。 在于晓彤面前都是小鸟一人。 不过看面讲陈晓芸应该比海鹿要至少年轻五岁。 但肯定还是比于晓彤大。 于晓彤和海鹿也是因为参加综艺节目咱们穿越吧认识的。 和认识陈晓芸的经历一模一样。 怪不得现在明星都喜欢参加综艺。 除了挣钱还可以找对象呢? 陈晓芸被誉为女版鹿含长的是比海鹿要好看一些。 你觉得谁更适合于晓彤呢? 是海鹿还是陈晓芸?